今天是到荷蘭的第二天 也是我第一天要到學校 為了申請去留證 所以我要到隔壁的城市 Denbosch 為什麼畫面上不是寫Denbosch呢? 因為這個城市真正的全名是 它是來自荷蘭文 意思是公爵的森林 後來為了方便就簡稱Denbosch 這個車站有兩個出入口 剛好在鐵軌的兩側 我剛走錯了 所以這才是IND所在的出口 而IND也就是移民與規劃局的收寫 因為現在太早IND還沒有開 所以我決定先去附近的超市工作 這裡有一間超市叫Yomboch 這是荷蘭幾間超市品牌中很常見 有點像台灣的全聯的感覺 之後有機會再做影片介紹給大家了 我剛剛買了這瓶 菠菜奇異果奇 鴨子 芒果蘋果 蘋果 硬 超市旁邊還有一個超酷的廣場 超大片的水水 还有奇怪的鸟教室 除了广场外还有一间电影院 刚刚看一下发现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赶快前往移民区 终于拿到解留神了 我现在是半个荷兰人了 那因为我太早来 然后半生的过程也很顺利 所以这顶上课还有一段时间 我决定带加加到车站0一头 就好好探索一下